王苏龙 你不要老只让别人干这干那好不好 你太强势了 孙楠楠为什么能让年轻人都感到不舒服 在新一期讨话物播出后 孙楠楠因为工作原因暂时离开 这群年轻人的微表情意识不住 午饭以后我就要也离开大家了 拜拜丹姐我们下次见 没走呢还回来呢 拜拜丹姐 拜拜 乖 拜拜 怎么会这样我们送走的感觉很好 为什么丹妈离开家他们会这么开心呢 原因很简单 家长人设故于弄后 哪家孩子愿意被管束呢 在第一期的时候 她还是延续以前的作风 我年龄最大我先说一下 我觉得我们先选一个屋长 因为我年龄最大 我说几句 我觉得咱们确实需要一个村长 不知道听了两集的王苏龙有没有觉得这番话四嘴相识呢 而当吴大静自荐当上误障后 丹莲听证的太后人设立起来了 下一个什么环节 下一个是那个 垂帘听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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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同时也诞生了尴尬九分钟的作业云场面 今天抢活的举手 到你们干嘛来了 如果你们什么都不会演 要你们坐在这干什么 我建议弄一个女团的表演 你上不我 上吧 特简单 其实在第一期的时候 大妈也曾凭代表作名上名干主圈 我是张瀚演员 来了 演过什么 你是有名的演员 我没名 你看 那你就不诚实 你要没名也不会来到这 就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只是一个演员 那时候大妈只是想通过介绍自己 从而让大家放松下来 殊不知这对于年轻人来说 更是焦虑和不安 而内户不开提内户 也一直是送单单的绝技 见面就来家常 问年轻人感情生活 则有标准 有女朋友吗 没没 现在目前还没呢 你喜欢哪类型的 眼睛大眼睛小的 有女朋友吗 现在 没有没有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在大妈眼里 就是在跟年轻人嗜好 拉近距离 但越是好 就越吓跑年轻人 她想向汪松龙嗜好 于是逼她说出 自己最出名的歌是哪一首 我在丹姐面前就是 没名没名 你这有点假 你最有名的是哪一首 我最有名 我搜一下 别别别别 我最有 这窒息的仿佛当中受刑一样 参加其他还说 宋楠丹不同意矛盾的观点 说的其实是这番话 他爸这人真不怎么样 不光不喜欢你 我还不喜欢你爸了 但毛东还是先揽下责任 给足情验 因为我不太会说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拙劣地叙述 然后刚才让您 就是开玩笑 戏屑地说 也不喜欢我爸爸 对不起 他知道做错事需要道歉 但他也代表着 中国是家长的嘴硬 在桃花雾顶 因为晚会的事情 大家都那么尴尬 也没有人理他 于是他去找汪宋楠聊 今天起得真早 你怎么表现那么好呀 你又思考了很多问题 检讨了自己昨天做的哪儿不好 别买了 别买了 你好贵 别买了 别买了 果然人没找错 毛苏龙以下一次 就能理解到老年人的想法 怕我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真夸我 有的时候是在骂我 我都能感受得到 他要头疼今天 头疼 当孙男丹解说了一句头疼 他立马就知道 是因为晚会的问题 于是化身文艺委员 立马提他妈行动召唤起来 你俩不是要看女团舞吗 你们两个 都出个节目 来你也给我出一个 你俩来一首歌多好呀 你俩来一首凤凰传奇的 然后你增议他灵花 毛苏龙 你不要老只让别人干这干那 好不好 你太强势了 咱也不知道 他是想给自己听呢 还是想给谁听呢 孙男丹带着儿子参加相望时 第一次以大家长的言行出圈 让大家只记住了 巴图废物 爱哭和啃脚直套 事后他也做了反省 于是有了第二次上节目 修正自己的行为 看到巴图下地了 会立刻表扬 巴图真棒 儿子 赶紧夸儿子 网友之骂我 但这种温情 只持续到下午 睡了一觉起来的孙男丹 被告知巴图也去睡觉时 他顿时心机活了 冲击卧室 我来想睡吗 不行 所有人都在干活 刚批完柴的 你睡觉的时候 大概孙男丹就是那种双面家长 理论之事 一应俱全 要开明跟子女做朋友 但到了时操 就会全部露像 灌树一定要听妈妈话的观念 其实孙男丹的所有举动 只要带你一下就能理解 这约等于看着自己的妈妈上综艺